健康在线帮您的健康我们来帮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网友大家上午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法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我是小陈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电视和网络同步播出的 您可以在手机端呀下载无线龙江APP或者是在一直播的平台上搜索龙氏新闻法治在线的官方账号 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希望呢健康在线帮为您的健康啊保驾护航 可以说呢女性朋友每个月都有特殊的那么几天哈 有的时候不敢吃凉的啊只能喝点热水 同时呢还需要拿一个这个电热宝哈敷在自己的肚子上 其实之前朋友圈当中也有一个笑话哈 说这个热恋当中的男女青年 这女孩就说了哎呦我这个头疼喝点热水吧 我肚子疼男朋友说了也喝点热水吧 虽然这是一个玩笑但是也证明了哈 这女性每个月的那几天也就是月经给女孩们带来的这种痛苦 但是大家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 但是呢有一种普通的这个痛经呢呃可以随着这年龄的增长 是否婚育还有身体的状态进行变化 但是有一种痛经却是渐进性的那这种痛经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那有可能是子宫陷肌症找上门 那到底什么是子宫陷肌症 为什么女性朋友对这样一个疾病不甚了解呢 今天在我们的健康在线帮当中啊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主讲嘉宾 李立娟主任医师黑龙江省促进自然分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市医学会妇科专业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市医学鉴病专家库成员 黑龙江天原妇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原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 月建新副主任医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专专业委员会妇科因事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妇科内境与微疮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妇科内境学组委员 黑龙江抗癌协会与宫颈癌筛查与临床诊治质量控制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天原妇产医院妇科主任 欢迎李主任和月主任 两位老师早上好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女生一般在每个月的那几天 不是多喝点热水就是再多喝点热水 要么就是敷一点这个比如说热水袋啊 电热宝等等 好像这个热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天然的良药了 那为什么大家平时认为这个月经都是非常正常的 它痛经也是正常的 但是却跟子宫陷激症有关系呢 到底什么是子宫陷激症呢 我给大家来讲讲啊 这是个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女性的生殖系统 这个地方呢是子宫 子宫 这个呢是子宫分三层 你说这层呢叫做子宫内膜层 这层呢叫子宫基层 外面这层呢叫子宫胶膜层 正常的子宫内膜呢 每个月受磁运激素的影响 它一撤退 内膜呢就彻底剥脱 我们管制叫月经 所以每个月呢我们要来一次月经实际上就是内膜剥脱 就是长了这么大 我头一次知道原来是这么一样的一个构造 就是也是每个月的这个内膜 其实每个人都有 对吧 它是月经这个内膜正常来讲应该是脱出去了 脱出去了 就是月经 当子宫内膜受损了 比方是说过度刮工 分娩 子宫内膜炎 这些原因 子宫内膜呢就侵入到子宫肌层 甚至到子宫胶膜层 我们就是叫做子宫腺肌症 如果是这个内膜呢 局限在这个某一个位置 像子宫肌瘤的肌瘤一样 我们管制叫做子宫腺肌瘤 如果这个子宫内膜呢 散在的 弥漫性的 分布在子宫肌层 我们常形容就像白面 你把芝麻撒在白面里头了 就是黑点点 这叫做子宫腺肌病 就是这样的 这个病呢 在我们临床中常说 像你刚才主持人说的 好多女同志肚子又疼 都不太在乎 实际上这个病呢 是很要命的 她的疼下来是要痛不欲生 痛不欲生 但我说有一些普通的女孩子 一些少女真的是 尤其是上这个高中的时候 她也会疼的痛不欲生 就是两种痛 您说的痛不欲生 应该怎么来区别 就是这种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个病呢 其实是早在四千年以前 就西巴拉里的出国年代 就已经诊断了 很形象 管制叫做子宫溃疡症 四千年前 但是一直到1972年 才正式任命为子宫腺肌病 这个病呢 往往在临床中 很多来看病的 说我肚疼了 它有些东西呢 像子宫肌瘤 大家认为是瘤 对 很紧张 对 我一定要看清楚 是否得恶性肿瘤了 它把各个恶性肿瘤 没有区别开 但子宫腺肌病 大家觉得是病 或者是症 觉得无所谓 肚疼就疼点吧 其也为常 实际上症状相反 它跟子宫肌瘤 很大的区别 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痛不欲生 大家形容它是不死的癌症 它的特点呢 就是激发性痛经 进行性加重 激发性呢 就是说 刚生育初不疼 不是原发性的 以后疼下来了 疼起来就是一次比一次更疼 就每次来月经 下次来军品还疼 就是它都是每次在这个蓝月经的时候才疼 是吗 最主要对 它是痛经的 平时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如果是炎症了 平时有些症出 平时也有下醉感 也是不舒服 盆江不适 但是和这个疼是不一样的 心头疼怎么疼 就是说 我记得我在上海红房子医院 进修期间 那是一个老牌的 全国著名的三甲鸡医院 有个小姑娘 二十五六岁 刚刚考上公务员 时间不长 她每次疼什么程度 她告诉我 不想说话 不能吃饭 恶心吐 而且那种放射性疼 一直放在大肩根 就神经放射性疼 疼完以后 她就来就诊 她最说我最最受不了的 就是说 礼机厚重 刚刚门最张感 每次来月经 就蹲在厕所 起不来 就是说 想厕所又变不出来 变不出来 又礼机厚重 她跟我说 我好容易考上公务员了 对 我不能每年 每个月 三十天 我有十天 不能上班 对 完了诊断出 那是子宫腺疾病 就是我刚才说的 怎么病 她就说 她也听说了 腺疾病呢 就子宫切除 病就能好 但是我们能切吗 二十五岁 刚刚考上 这个子宫公务员 好容易考上的 家里对她希望很值很大 结果得着病 不能正常生活 不能正常上班 影响了她正常的生活 她跟子宫切瘾 区别就在于什么呢 她也是来月经多 也是有时候造成贫学 但她最最根本的区别 就是说 她跟子宫切瘾不一样 她就是痛经 再加上不孕 她跟子宫切瘾 最大的区别是这样的 所以在我们临床中 很棘手的这种病 也很难治疗 所以刚才听 李主任说了这么多 我刚才一直特别想问 说这子宫切削症 按照大家的理解 它不就是一个症状吗 对不对 可能听起来 没有说这子宫肌瘤 那么可怕 它的危害到底是什么 我刚才特别想问 但是刚才听您 举了这个例子 我想她对于 女性朋友的这种危害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不仅是这种疼 其实这种疼会影响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是现在会影响到 女性朋友在工作上 事业上的一种进步 对 还有一个她是不孕 不孕的患者 心理压力特别大 好多患者跟我说了 我疼 我可以吃止疼药 我哪吃分必得 我甚至打肚铃丁 但是我家庭 如果没有第二代 咱中国人 就是如厚为大 对吧 没有子带了 她这个家庭 怎么能终身幸福 怎么能跟夫妻关系和谐 没错 所以她特别 所以我们现在 治疗子宫腺疾病 还有一个最大基础问题 就是不孕问题 大家都在 这些科学家 大咖们 都为这个问题 伤痛脑筋 再探讨一种 能治疗不孕和痛经 这些方法 那除了这个痛经 还有不孕以外 有没有其他更严重的 这个后果和危害呢 如果得了子宫腺疾症 主要是这样 这种厄编率还是不高的 厄编率不高 对 她不死的癌症吗 对 癌症就死了 她不死 她是把子宫切了 她就没这个病了 所以她是不死的癌症 所以就是比较受折磨 但是她和子宫介流不同的时候 我们临床说 她行为是良性的 但主治学是良性的 但行为学是恶性的 她也是情人生长 好 刚才我们李主任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什么叫做子宫腺疾症 现在有个初步的了解了 月医生在旁边坐着 一直在点头 作为一个男医生 我估计你肯定体会不了 女性每个月的这种疼痛 但是我们就特别想知道 你说虽然她不能剥夺 我们的这种生命 叫不死的癌症 但她确实很疼痛 那为什么子宫内膜就会跑呢 您肯定对这个 因为您做手术 对人体的构造特别了解 为什么她会跑到基层当中 不好好的在子宫当中 然后等着每个月的那次脱落呢 为什么会跑 子宫内膜正常 就长在子宫腺内 它是不往基层生长的 正常 因为子宫基层 它有一个抵抗 子宫内膜往基层生长的功能 都是什么情况下呢 都是基层 基底部受损的 子宫内膜基底部受损了以后 导致的 才可能这个子宫内膜才反方向生长 正常这个 咱人体器官就这样 只要是粘膜组织 都是往里头涨 外边都是姜膜层 都是这么涨 它这个就是特殊情况下 比如这个 人瘤 或者是 宫腔有多次操作时 多次分泌时 这时候子宫内膜的基底层 就说它破坏了 还有一些 子宫内膜的原性的改变 有可能发生改变 所以这时候 子宫内膜就往子宫基层生长 以后引起的这种两性疾病 所以说就是多次的这种流产 可能就会让这个子宫内膜 就受到了这个损伤 主要是基底层说它破坏以后 这子宫内膜可能就迷路了 它就不让往哪边长了 可能就是它就长到基层去了 那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 那有在您临床的经验当中 是有多少人 有多少女性 是不知道自己患有这个疾病 然后真的就疼得不行 才找到您的 很多都是以痛经先期就诊的 其实早期的痛经 它子宫不一定增大 实际上很多得先期病的人 35%的人 其实有症状很轻的 大家也没有 但是很多还是有症状的 大部分症状都是痛经特别重了 来纠诊了 你看这个就像李老师说的 痛经这个严重程度 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所以说得了子宫陷阱症 不是一下子这么疼的 对它一点点的 它这个痛经和原发现痛经不一样 就刚才你说的小孩 是不是刚才 它一来越近它就疼 这就原发现痛经 和那个不一样 它是渐进性痛经 它是一点一点加重 一个月比一个月加重 一年平均加重 最后它也受不了了 您这个临床上经历过 就比如说忍了最长的这个患者 是疼了多长时间找到您治疗的 基本上它从疼开始到加重 怎么得五年左右 多少 五年左右 五年 那么长时间 对 都到重的时候 基本上什么时候重呢 都是四十岁以上开始特别的重 年轻的发病率还是 但是近些年有年轻 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 可能与人流过早啊 可能有关系 就正常来讲 这个子宫陷阱病 它发病的这个人群 主要集中在多大年龄的区间呢 区间其实都是生育期年龄 30到50岁左右 30到50岁和子宫肌瘤 它是一个年龄段 但是最常见这个密集的一个 这个人群的是35到45 35到45 因为50岁以后就轻了 到50岁呢 它就减轻了 肌宿水平下降了 它都是不长 这和子宫肌瘤是一样 你要说不死在症吗 它也受肌宿影响 它是肌宿依赖性疾病 那要您这么说的话 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 我们说女性特别的隐忍 有这种韧性 所以才会赋予女性这样一个生育的能力 很能忍耐 但问题是刚才您说了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这磁激素下降 子宫陷阱自然而然 可能就会进行改善 我们就停着 等着我们变老 停不了 能不能停 停不住 关键那种疼痛 是停不住的 打分离得的不好食 有人在吃肚能丁 这么严重 我经常碰到有一个女的 那年是四十二三岁 她觉得子宫很重要 她生过孩子了 她就是到什么程度 每一次来玉京 隔三岔的就上医院来一趟 来一趟 疼都不行 我一定起 我一定起 把住院通知团开好了 住院了 住院以后 就等着睡前准备吗 不疼了 我要去医院 我回家 又回家了 她觉得女同志 这个子宫很宝贝 我不想切 她真不想切 但是疼是忍不住的 就像是这种疼 它是筋鸾性 脚劲的疼 完了半个肛门罪障感 叫做痛不欲生 天哪 每次来玉京 她自己跟我形容 因为咱们没疼过 她跟我形容 如灵大敌 就每次疼过 那底下来玉京 她规律 要来玉京了 其实女性朋友 我就准备要疼了 对 对自己的日期 特别的了解 一看手机的记录 又这马上就要到了 无论从精神上 从体力上 都要为要来的敌人做准备 这个疼痛 就是像我们男性 肯定是没体验过这种痛 但是听过患者转速 因为我们疼过别的病 比如有胆结石 身结石 我估计疼过的人就知道 还有跟生孩子 就是这种疼痛 生孩子这个经验我也不足 不管怎么说 这个生宝宝 其实只是人生当中 一次两次的经验 但如果是每个月 都这样竹林大敌疼一次 我想这是谁也受不了 所以说这子宫腺疾症 确实给女性朋友 带来很多的一个困惑 那为什么以前 在这个治疗的方面 就传统的这个治疗 直接上来 就是说要把子宫切掉 这么恐怖呢 是因为子宫腺疾症 是不好治 还是很难治 为什么称为不死的癌症呢 它这个病呢 确实是不好治 怎么个不好治 因为它是基数依赖性疾病 为什么不好治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治疗 子宫是装孩子的地方 也是一个性基数把清器官 我们亲眼不能切 它这个病呢 如果把子宫切除了 在不是合并子宫腺疾症的情况下 子宫切除就是根治方法 能治 为什么不好治 就是因为它是 这个生死系统一个重要的器官 大家不轻易切 所以大家想方法 我怎么能不切子宫 还把这个病治好了 现在方法很多 什么药物治疗了 基数替代了 还有什么刺拳了 歇行切除了 但是根治是子宫切除 但是我们不想切 所以说方法越多 没有一个方法 是绝对好的方法 所以你说就是不好治的病 听您这么说 我怎么对子宫陷阱症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呢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治疗方法 但是都不能根治 那现在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但是现在还是我们根据他年龄 生育要求 还有他经济情况 还有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手术方法 反正这方面 岳主任经验特别丰富 岳主任说说 他是手术做了很多这样的手术 这个病吧 棘手在哪呢 有的时候是棘手在年轻人 对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是在30多岁到50岁 现在认为35岁 但是30几岁他都疼嘛 主要是看这个症状 还有年龄 还有生育要求 这个三点 我们去评估这个手术的怎么做 如果在45岁以上了 他还疼 疼得很重 这时候那肯定是了 子宫切除 是唯一确切的一种手术 一个治疗方法 这肯定能根治 对 肯定根治 那就肯定好了嘛 这就一老永逸了 但是关键点的是 他年龄小 就是最起码在45岁以前 然后呢 有些人30几岁 40代岁 有生育需求 现在二胎放宽了嘛 所以有这个二胎的需求 这时候你怎么去再给他治 切子宫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是 也有很多的方式 比如有这个 我们都叫保守型手术 切除子宫叫根治性手术 保守手术最常见的 我们有生命消融 高脚都聚焦超生 还有一个子宫栓塞 这都是保守型手术 还有一种 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种 就是把这个子宫病灶切除 加上药物治疗 然后这是 一是缓解的症状 第二还能够 处境它的生育率的提高 前面说那几个吧 我也都理解 而且也都听说过 您最后说的这个 就是要把这个病灶给切除 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了 为什么 以前咱们节目 二位也给我们介绍过子宫肌瘤 因为它是一个瘤 对吧 你比如说你想把它剔除掉 拿走 很容易 因为它就一个瘤 但是子宫陷器症 刚才李主任打了个比方 说是像撒芝麻一样 或者说打个比方 就像是打鸡蛋 对吧 一个鸡蛋 您把它打碎了 然后扑在上面 它到处都是 那您说把这个病灶给去除 这太难了吧 这怎么去除呢 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手术医生啊 一是得有很好的体力 还得有很好的耐心去给它治 这个子宫腺肌瘤 如果是瘤上成长的话 就局限性成长 也好吧 形成瘤 它和子宫腺肌瘤相像了吧 治疗方式实际上它没有这个界线 但是它就在这个局部 所以就把这个局部我们给它切掉 把这块 对 还是有界线的 我们就把这个局部切进去 或者是呢 现在如果是它一般这个瘤子呢 长得后臂多 在底部带着多 那我们就把后臂 做一个先行切除 现在这个我们手术方式很多 比方是说 把后臂没有了 内膜保留了 叫二点式瘤盒 或者是宫底线有以后 我们三点式瘤盒 就是主要是说 把这个病灶切除 把它保留子宫的生育功能 但有一点这个 这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保险手术 要给它缝得好好的 别在子宫生孩子再破了 说是要求我们记住 但是我没有这个水平 要求手术医生吧 这个我们现在也是 也是我们每年学术会的时候 开学术会的时候 这是一个重点话题 就是前些年吧 一直在北京上海 现在也是 就是这个现在 我们也是主要讨论的话题 因为很多都是年轻的 年轻的患者 所以这时候你保留的生育功能 尤其子宫 这个分育年龄 年龄保留生育吧 它得看它的症状 它也可能就大小 如果它子宫小的话 可能采取这个方式就不一样 有人先天子宫小吗 不是 虽然它症状很重 但是它的子宫不是相应的那么大 就是操作的环境就不小了 对 子宫没那么大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 比如我们就先用药物 或者是先用射频 高层出租超乘以后 加上药物以后 让它进情况回孕 如果要是症状很重 子宫还很大 这个时候是一个 我们要考验我们的时候 所以就是把这个病灶 虽然说有子宫先进流的时候 然后可能我们举照性把它切掉 这就可能就好了 因为我们治疗过一个 几个 一系列了 就一个分不同年龄段的 子宫先进流做完了以后 效果都很好 就和子宫先进流差不多 当然手术难度可能时间长一些 但是如果要是子宫先进流 弥漫性成长的子宫先进流病的时候 我们就得把这个整个基层 尽量的多切一些 因为防止它复发 这个你要切少了的话 它很快就长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尽量得多切 然后术后加上药物 我们统计学是这样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 局道性切除以后 加上药物的这个生育率是提高的 这个很明确 也就是说做完这样的一个手术之后 不会影响到生育率的问题 就是最起码它有 它有 先有它的这个生育率 它不可运 然后是因为它来的 它这个子宫内膜意味症 因为它是子宫内膜往基层生长 它把子宫内膜的环境是改变的 子宫腔环境改变了 所以它容易出现不孕 和出现流产的一些现象 但问题刚才您说 尽量的把这个基层 就是它并造周围的组织 也多切掉一点 防止它这个进行复发 但我想问的是 这个基层它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您多切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子宫的功能呢 对呀 所以这时候我们尽量 还得尽量 尽到限度的保护这个子宫气层 还得把基层那些病变还得切掉 这个需要拿捏了 对 所以这个临床我们做的时候吧 根据每个病人 就是我们定的方案都不一样 或受从我们随时 还得去根据的调整 去切多少保留多少 要尽量把它切了 我们就靠我们的触觉 我们拿钳子或者手 开服手术 我们拿手触觉 如果是在相近呢 我们靠我们的这个 就是钳子探头 处击 因为毕竟它 虽然是没有假包膜 不像子宫就有假包膜 但毕竟 它有个界限 这些地方是硬的 其他地方是软的 所以子宫腺疾病啊 它的症状呢 就是说 在查体中呢 它是一个球形增大 它主要是前后增大 因为它长在后壁上 球形增大 而且指定呢 特别特别硬 它甚至超过了子宫肌瘤 它特别硬 而且是没有一个界限 说是肌瘤 但是要靠我们的处击 它不像子宫肌瘤啊 有个假包膜啊 它也是靠我们的感觉 所以对我们的手术要求 也是很高的 现肌瘤 合除和子宫肌瘤 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求我们水平比较高 刚才说的 这个是手术的一种方式 这个手术 怎么说是那种比较开放式的手术 还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特别想要的那种 创伤小的这种微创手术呢 其实手术方式入路很极种 根据我们如果这个子宫肌瘤病吧 它也可以往公腔那个方向上 离公腔近一些的时候 我们还是尽量以这个公腔境去做 可能更好一点 他说最快有探索这么进去 公腔境就像人流似的 自然通道通过引道 通过公顶进绕公腔 然后把这个几部冰道切掉 可能更合理 但这个得一部分人群它是这么长 它能偏向公腔的长 它也像年半下级流似的 它要公腔 这时候可能适合这种方式比较好 闯上也比较小 当然大部分不是 大部分都是在基层增长 所以哪边才也不往上涨 就个基层的长的 那怎么办 对 这时候我们入路 我们首选的一般的是 实验我喜欢做阴试 阴试的时候 我们能翻出来和腐腔境 和腐式的一样 开腐一样 我们能摸到 我们能处决到 处决到以后 我们看哪厚 我们就切掉 切掉缝合的时候 强度也可能够更把握一些 那如果是这种手术方式的话 就首先它没有什么窗面了 是不是 阴试的手术 阴试手术是腹部没有窗面 腹部没有任何的窗面 腹部没有窃口 对 没有窃口 更是微窗了 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这是有一条条件 它不能合并子龙腊瘍症 而且它粘连的 活动度好 就是靠我们 一些其他超生 和脂肛症 给我们一个入路 我们这个入路是什么入路 这不是阴道吗 这是人的女性的自然穴道 尤其生物寒以后 这阴道相对松 我们从这一块开始 这是宫颈 这个地方是宫颈 我们从宫颈翻过来 把子宫的从反方向的 正常应该是这样正路 我们逆入 从这块把子宫拖出来 这个有个腹膜 这前头有腹膜 这反折 打开也是进腹了 老百姓认为 我妹开肚子 他认为那个肚子 就是肚皮子肚子 外表 对 我们医生认为 肚子是前后腹膜 叫腹腔 明白了 我们把子宫 从腹腔里拽出来 拽到腹膜外 其实拽到哪 拽到阴道这块 甚至我们把它拽到外头 就拽到外阴外头 这样我们可以靠 我们的手处 手处节 这样更确切 缝合更好 而且刀口呢 一个刀口都没有 太好了 所以说这个其实 也特别考验 这个医生的技术和水平 尤其是这样的 一个阴式的手术 我想这个难度 也是特别大的 刚才跟两位医生 共同了解了 这个子宫腺肌症的 她的这个发病的一些原因 还有这个疼痛的一些表象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 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 当您每个月 经历的特殊那几天 越来越疼 形成一个渐进式的这种疼痛的话 您一定要引起重视 可不单纯是痛经那么简单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夏天 咱一定要少喝凉水 少吃零饮 那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为您搭一些活 我们来聊一聊 子宫腺肌症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子宫腺肌症 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 都是陌生的 大家可能会认为 每个月的这个痛经 她疼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实际上有一种痛经 要一定引起您的重视 因为它是一种渐进性的疼痛 会给我们女性朋友 带来很多的困惑 刚才我们也聊到了 这个如何来治疗 当然我们也特别想知道 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判断自己 是否患有这个子宫腺肌症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隐匿 是一个幕后的杀手 因为我们女性朋友 可能就有这种先天性的 在这个育龄期之前 生育之前 很多少女都会有过 这样的一个疼痛 那怎么来辨别两种疼痛的 这种不同 自己在家来诊断 是否可能患有这样的疾病呢 任何疾病呢 都有根据它的病史 它的这个查体 跟的辅助检查 我们的临重判断 任何疾病都这样 它这种痛经呢 它的特点呢 就是激发性痛经 进行加重 和刚才主持人说那种 小姑娘啊 来月经啊 用的热水带无物啊 就能好一些 但是也可能是 它也有这个子宫腺肌症 不是说 都是激发性 我也见过那种原发性的 没说我有一个 小姑娘 是一个 生育的 学生育的 师大的一个生育的孩子 她是以蓝胃炎 做的手术 但打开子宫一看 是一个 今天我们没讲 叫做盆腔子宫内膜医症 它是 卵巢 也受子宫内膜影响 叫做 子宫内膜医院的卵巢 叫卵巢子宫内膜医症 它一位在子宫上 叫子宫腺肌病 它这两个病呢 可能共存 但是呢 又不是完全的 记忆里是一样的 它这个孩子就是这样 当初打开以后就这样 也是有 但是不是全部 但发病率最高的呢 还是30岁到50岁这种痛经 第一个 它有病史 但是呢 还有时候和 还有月经过多 它和子宫介入一样 因为它子宫腔慢了嘛 它子宫内膜也厚了 这样的话每次脱落的时候呢 月经也很多 而且就可能造成 和子宫介入一样造成贫血 有时候呢 不怀孕 这些都是 它疼痛很不一样的 它肯定上医院来看 当一开始忍 后来忍不住了 它就到医院来了 我们医生呢 根据它病史 我们查体 查体的时候呢 它特点呢 和子宫介入不一样 子宫介入查体以后 做内诊嘛 因为它生育过的 我们一般查内诊 在肚子上能摸到包块了 一般是大于是12周左右 就是像妊娠三个月大小了 我们在腹部呢 能摸到一个包块 子宫介入的包块 因为它有瘤子嘛 它都是脱腰不平的 子宫介入病呢 这个病呢 子宫也正大 它子宫特别硬 它是均匀性正大 是球形 我们管的叫球形性正大 因为它是包在里边的 包在里头的 外头还有就是这种 有阻止的 如果要是有和平子宫内秘症呢 它活动度就不好了 它要是这样单纯的 就是子宫腺疾病 它活动度是好的 但是最主要的 我们平床上 现在需要我们的眼睛 什么呢 就是超声 尤其像我们医院 有那个一时超声 就是说分辨率特别高的 它可以看到 这个子宫的大小 大多数呢 子宫内膜呢 它是往前移了 因为后壁是一个大瘤子 相辨的子宫肌瘤 这个那个攻击线呢 叫前移 它均匀正大 球形 而且它跟周围呢 还是活动比较好 它跟子宫肌瘤 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看它的血流 它的血流 因为它子宫内膜呢 是基础依赖性疾病 它受揽潮的影响 除了它的内膜呢 也有血运 它内膜血运丰富 和子宫肌瘤是不一样的 子宫肌瘤相对血运 不是那么丰富的 我们有时候呢 就要住院了 住院以后 我们可能进一步查 什么弓相镜了 核磁了 那就是医生进步诊断 住院时候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诊断 那之前您说 那找你的这小女孩 她除了疼痛以外 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因为你想 她每个月痛经的时候 咱不说光疼 她的痛经的血量 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有的多 有的还真不是很多 但最主要还是多 她这个人是疼为主 所以她怎么了 她上普外科就诊断 因为她觉得 我一个小姑娘 连性生活都没有 我怎么能得妇科病呢 好多老美学人认为 小姑娘是不得妇科病的 所以她到外科了 外科呢 一碰 她因为小姑娘脑肿 右侧又有这种 压痛 反调痛 因为啥呢 当时是子宫内膜 以为症破裂了 破裂的时候 它产生一股脊腹症 它是压痛 反调痛 腹肌紧张 这种我们管叫脊腹症 所以摁哪儿哪儿疼 对 完了外科大夫呢 就把她肚子开开了 开开一看 不是啊 蓝尾 好哈的 蓝尾还在右侧 挺好的 这是一个子宫内膜症啊 因为外科大夫 她也认识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共同手术了 就把她 后来这个孩子 还真怀孕了 生孩子了 最后到她40岁说 疼不疼不疼 就要子宫刺群起 所以刚才听您这么说的话 一开始我对子宫 献剂症挺恐惧的 那么难治 叫不死的癌症 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刚才听您说 这么难的这个病症 都已经有了小孩 而且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那我觉得这个诊断啊 和检查就特别的重要了 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 一段小视频 因为平时我们在做超生的时候 自己啊 是患者啊 躺在这个床上 没有看到过这个大屏幕当中 自己的这个在做B超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特别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咱们一起去这个医生的操作间 去看看啊 这超生检查是什么样的 请导播老师帮忙放一下 哎 哎 岳主任 现在是在做什么检查 这个是做胎儿检查 厂科的 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医院医师有三台嘛 嗯 现在这个最先进的超生 他我们这个患者是能看到 自己这个屏幕这些 这些影像的 因为我们对面放一个大的屏幕 啊 就正常来讲我们是看不到 但是 他是这眼睛他对面 但是我们 这台机器是可以看到的 对 这是医生看的 对面那个躺着 患者能看到对面 他躺着以后 他现在在检查什么 啊 塞查呢 嗯 也是在这个 这个部分是子宫是吗 对 在子宫里面 在子宫里面的孩子 现在做塞查 哦 在做塞查 这是一个必超的这个检查 那如果是 呃 刚才因为李主任讲了嘛 就自己如何来判断 这个是否有子宫陷阱症的这种趋势 比如说每个月啊 这越来越疼 渐进式的 然后血量不正常 那到了医院 第一步诊断 咱们要先做什么呢 我们常规吧 就是先如果做这个辅助检查 做物理检查的话 一般的做超生 啊 最常用的 妇科最常用的超生 就刚才我们看到 对 超生是妇科 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个这个 这个几个 觉得咱们 其实这非常必要 对不对 非常必要 体检都是必要的 超生一个 非常必要 对 这个超生好不好 决定你这个发现疾病 早晚呢 大小啊 对以后治疗 我们起了决定的作用 通过超生 就能够看清楚 在基层当中 是否有这种 呃 比较散落的这种症状 病造 所以这个早期 的确是有一些混淆 比如这个 子宫腺基病 腺基瘤 就和子宫肌瘤 真是有点混淆 很多医生 超生医生 也混淆 我们其实有时候 也没有分辨那么清楚 最后还是树中一看 一拨的时候 一看不是肌瘤 所以它症状不明显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因为它是子宫肌瘤 明白 所以这个超生 这个很重要 它有一些检查 比如说它有月经多不多 所以这个 血章规一定要做 它贫不贫血 体验在什么程度 完了需要这个治疗的问题 好 刚才跟大家说了 如何来判断和诊断 并且来确诊 是否患有子宫腺基症了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 是否跟我们一样 学习了这么多的 健康方面的知识了 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吧 我们继续为您打一些货 现在咱们来看一看 微信平台上 有哪些观众朋友 发来了问题 这位朋友28岁 结婚已经有三年左右了 还没有生育 做了个检查 患有子宫腺基症 听当地的医生说 由于子宫腺基症的存在 从而影响到了生育 所以想问一下 什么办法能够治好 子宫腺基症 又不影响生育呢 28岁正好是育龄期 两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 他就是说28岁 正好生育期 生育期 一般他就是看来 痛经不是很明显 我们还是采取药物治疗 我们可能是 先给他带一个蔓越热环 蔓越热环是什么呢 是左区纽铜 宫内缓食系统 也是治疗 完了以后呢 在这段时间呢 处排卵 有的时候 想带蔓越热环 不能带 大 或者症状特别重 我们就是用给他那个 就是 处心腺激素 激动剂 是挺药口的 给他药治疗以后 就是说白了 是这个火上面有药 是这意思吗 对 蔓越热是这样 但是还有那个 我刚才说 那个处心腺激素激动剂 是每个月打一针 就雷诺德啦 被医啦 这些药物 每个月打一针 使子宫素小 完了带上麦娱的黄 我们尽量能不切子宫 先不切子宫 先药物治疗 但是他疼得特别重的时候 那这个女孩子呢 我们建议还是上医院去 到医院呢 做个超生 找一个有经验的 专业化的医生 做完超生以后呢 给他判断 是不是他现在 不适合带怀了 需要手术治疗 因为我们治疗 子宫内门医症的 第一条原则就是 缩小和去除病兆 就是那去除病兆 那就要手术治疗 这是最原则的问题 如果他带怀期间 可以怀孕吗 还是需要避孕 带怀孕 他这个环是避孕药 实际上就是避孕药 是不怀孕的 是把这个子宫内门医症 因为治好了之后 也不是治好了 就是处境的怀孕 再处排卵 这段时间 如果还好了以后 我们建议他加上 这个辅助生殖医系统 用就是老百姓 和射管医癌 处排卵 可以治疗这个病的 我们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要去除病兆 再给他去 用药物治疗 控制完了适当时处置 辅助治疗 再让怀孕 但是我希望这个孩子 抓紧时间 为什么 月服于日 日服于日年 这个可快了 因为这样的人的 卵巢功能也不好 如果他不抓紧治疗 等到40岁时候 事管婴儿都不给他做了 抓紧时间治疗 一定要进去 我听了一种说法 说没有怀过孕的女性 如果怀孕之后 就是他之前有子宫腺剑症 但是很幸运 有了宝宝 他怀孕的期间 对于子宫腺剑症 其实是有治疗作用的 这个说法 对吗 对 是这样 就是子宫内膜 腺剑病不是子宫内膜 长到肌腾了吗 怀孕的时候 子宫内膜是萎缩的 所以这时候 也就不脱落了 相当于用药物了 用药物治疗了 也就是自带药物来的 对呀 就是宝宝就是药物 对 怀孕的过程 就是治疗的过程 所以问题是 如果得了子宫腺剑症的 这个育龄期的妇女 她有可能会不孕 但是也有可能啊 非常幸运 一旦怀孕了 然后享受整个怀孕的过程 反而会起到治疗的作用 对 因为我们治疗过程 就是甲孕疗法嘛 就是甲孕 其实是治疗的 但是有一点 得了子宫腺剑病的人 很不幸 因为子宫的行动是硬的 他着床是着头了 怀上孕了 但他不协调 他特别容易流产 还特别容易早产 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是吧 对 不是说怀孕就一捞永逸 还有一定风险 但是他怀上 我们一定要他保证孩子 最好是健康成长 没错 其实说白了 就早点去治疗 对 早发现早治疗 对 这个人肯定是不中 不中 中了就得了 早就发现了 不中他就能怀上孕 真是中了 就怀不上了 好的 我们刚才跟各位分享了 好多不同的案例 刚才两位老师也说了 说女性的子宫腺剑症 也有不同的分类 有的人适合做保守治疗 有的人适合做手术 你看这么多种不同的 特别复杂的病症在一起 从大的治疗的原则上来说 你总得有一个原则和标准 有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 是的 我们在这可能很枯燥了 我们教科书上 对我们医生提出了28字方针 就是缩减和去除病兆 那就要需要手术治疗 第二点 我们就是说要疼 我们要减轻和控制 疼痛 这个病总是疼 我们控制疼痛 有很多方法 第三个 对他不愿来说 那我们就要 就是治疗和处境 回孕 最后一条 这些都完成了以后 我们要控制他的浮发 就是预防和控制浮发 因为这个病还有浮发 还要需要医生 继续给他保家护航 明白 好的 今天跟大家共同来 关注女性的健康 节目还剩一点点的时间 一段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为您打一结货 刚才我们说了 子宫先机症可以带来很多危害 但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是能不手术的时候 咱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 能不能先保守治疗 先不手术 但是他子宫先机症会疼 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疼痛 在不手术的前提下 我想问问岳主任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缓解这种疼痛呢 这个疼痛是早期的话 我们如果在症状刚开始 症状很轻的时候 发现有线迹病 子宫还不是很大 精量还不是很多的时候 疼痛还是以这个止痛药为主 因为止痛药是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颜浓美心 因为它的疼痛都是这个前列腺素分泌的 分泌过多以后 引起疼痛 用这个颜浓美心这类药物吧 是前列腺素没抑制剂 所以特别的有效 就跟我们平时说的那种什么 去痛片啊 那种药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这种药能 比如说每个月疼都吃 能长期使用吗 长期吃它有缺点 就像是去痛片 是这些阿斯匹林类的嘛 所以它容易引起胃部不适 所以长期吃得注意检查 有没有胃炎啥的 得注意点 容易对其他的器官也造成损伤 造成胃肠 你想它吃上就能止疼 就这种药可能就会副作用很大 是不是 就是还是这种药物来的 药物来的 就药物来的 别的副作用来真没有 就这些 有时钢门水 用钢门用 就所以说对于那种 已经就是疼得非常严重的 患有好多年子宫陷剂症的朋友 其实最好的方法 那还是手术了 手术 当然就是我们手术 也分很多的不同 假如你看它有不晕症 子宫还很大 这时候可能还合并 子宫内门意味症 这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 就又不一样了 我们就采取这个 腹腔镜下做了 因为我们能够探查腹腔 在塑缆管 盆腔有没有别的 内门意味病灶 同时把这陷阱病还治疗了 所以采取腹腔镜治疗就更好 好的 明白 我们来看 这个导播是与我 刚才有个热线电话 咱们帮他来解答一下问题 他说我得的是一种 叫做子宫陷 子宫肌瘤症 核病 现肌瘤的病 在子宫体前卫 宫壁回升不均匀 外形比较平滑 基层回升成颗粒状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 腰底胀痛 月经量很多 有的时候非常疼 影响生活和工作 子宫周围没有探极 到有肿块的回音 想问问需要怎么治疗 他这些人没说年龄 没说 年龄很重要是吧 对年龄很重要 有没有生育需求很重要 这两点一定要摆在前面 然后加上的症状 因为症状治疗的话 如果年龄 假如这45岁以后了 那就切除可能更好一点 就是解决疼痛 但如果他很年轻呢 对啊 你年轻的话 因为尽量保存子宫的话 尽量就是把病道切除 我们用腹腔镜 或者是阴室 或者开腹都可以 把这个病道大部分切除 然后加上这个治疗 治疗 然后治疗三到六个月以后 这样后期 它不是一种 应该像慢性病的管理方式 然后术后去慢性管理 长期管理以后 让它维持到更年期 然后就好了 其实刚才这位 观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 跟很多女性都有关系 就是因为 刚才李主任说了 子宫腺脊症 有的时候会让 这个月经量变得很少 但是他说 他的这个月经量 这血量特别的多 特别的疼 会不会这个血液流多了之后 会出现贫血的症状 可以的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治疗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公腔镜 看看内膜 是不是和病的内膜膝肉 因为这个病有时候 不是单一的 今天虽然我们讲 子宫腺脊病 但往往呢 他合并了 子宫内膜肺症 子宫肌瘤 子宫内膜膝肉 都是合并在一起的 这需要医生 在逐步的跟他排除 因为那个刚才 月主任谈说 现在子宫腺脊病 认为是一个慢性病 什么叫慢性病 就像高血压 糖尿病 这些病 都是慢性病 需要是慢性病 他不是说单纯的治疗 这一次 我们要 终身的 让他 随诊 在我们的医生控制下 要控制减轻疼痛 减少他的复发 因为这个病呢 他随便是 良性病病 他的这个 组织行为呢 是良性的 他有时候 像 寝润生长 说他寝润嘛 所以要说 终身的保持 他的 终身治疗 是一个慢性病 其实咱们 大家都说哈 这中国 有句老话 叫吃什么补什么 尤其女性对于恶骄 是有一种 这个依赖的 特殊的情感 如果他贫血的话 咱吃点恶骄补补 行不行 那可以啊 这个没问题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贫血嘛 血润低了 贫血了 苍白的脸色 脸色苍白 口纯发苍白 那肯定的 我们第一点 要保证他的 这个血液的支柱 不说心脏